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講解的題目是下列兩個 化學反應delta H1及delta H2 它為各個反應1跟2的一個反應式 請問當溫度下降的時候 反應1的平衡向右移動 反應2的平衡反而向左移動 則下列各項敘述合則正確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在解題之前 會應用到什麼樣的一個化學概念 我們來複習一下 你們會在講義裡面看到一個 有關於溫度對平衡的影響的一個相關的內容 我們溫度對平衡的影響主要在兩個特性 第一個是在溫度升高的時候 第二個是在溫度降低的部分 所以第一個溫度升高的話就是我們平衡 如果說我們趨向於新的平衡 當你有溫度加熱的時候 那這個平衡它的移動的趨勢 會向吸熱反應一方去移動 那反過來如果溫度降低的時候 這個平衡就會向放熱反應一方移動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來看 這個例子我們的二氧化氮會形成四氧化氮的一個反應 那我們根據這個化學反應室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熱是在右邊 所以對正反應而言它是一個放熱反應 那反應室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一個 如果我們溫度升高的時候情況 溫度如果升高的話平衡會向吸熱方向移動 所以對這個反應室而言 向吸熱方向移動就是向左 向左移動 那就是二氧化氮的濃度會提高 那四氧化氮的濃度會下降 那最後面呢就是新的平衡 二氧化氮的濃度提高了 那四氧化氮濃度下降了 OK就是這樣子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的K怎麼樣呢 受到溫度的改變 它受到溫度的影響和改變 所以它不再是當初那個平衡的一個定值了 而是它溫度升高之後 它K有另外一個定值存在 所以以花記號 我們的反應平衡 只受到溫度的影響 所以因此我們一樣會看一下 這個兩個關鍵圖 第一個是有關於濃度的 那濃度的話 因為溫度改變 所以按照趨勢 二氧化氮的濃度就會增加 那四氧化氮的濃度就會減少 這個沒有問題 那再來看比較常見的是 會出錯的是在這個反應速率的部分 那對於反應速率而言 它們的一個增加的量不太一樣 好 因為對這個反應趨勢而言是向左 因為既然是向左 所以逆反應的速度它增加的會比較快 那正反應速度會增加比較慢 為什麼對反應速度都有增加呢 好 原因很簡單 我們溫度升高 對於反應速度而言 怎麼樣 都是增加的 但是對於平衡而言 就是要看誰增加的多了 所以因為趨勢是向左邊 所以逆反應速度增加的比較多 好 那最後逆反應速度下降 然後正反應速度增加 最後達到一個新的平衡 這個是我們第一種狀況 那接下來看一下第二種狀況 好 第一種狀況 我直接把它覆蓋 第一種狀況是我們溫度降低的時候 溫度降低的時候呢 我們的平衡會向放熱方向移動 所以對這個反應式而言 平衡的時候向放熱方向移動 就是向右移動 OK 那既然是向右移動的話呢 代表說我們二氧化碳的濃度就會下降 四氧化二氧的濃度就會上升 那最後平衡的時候呢 一樣 就是按照我們下降和上升的濃度 最後達到一個新的平衡 所以我們從這個濃度的圖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一個趨勢 就是我們向右移動之後 二氧化碳的濃度的確減少了 那四氧化二氧化碳的濃度的確就增加了 那比較長錯誤的地方一樣 是在我們的反應速度的部分 那反應速度的部分的話 它要怎麼改變呢 因為我們的溫度降低 溫度因為降低 所以我們的正反應速度都會同時怎樣 會同時下降 那誰下降的多呢 就從趨勢來看 因為我們平衡是向右邊 向右邊 所以我們正反應的速度呢 會下降的比較少 因為它從這個 它正反應速度要慢慢長新的平衡 所以正反應速度下降比較少 正反應速度下降比較少 正反應速度下降比較多 最後面再慢慢的拉回來 趨勢向右 達到一個新的平衡 從這個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來說 就是說 如果溫度發生變化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火化的比較大的 它的反應速度改變的倍率就比較大 這個要畫一個未能圖出來看 所以因此在我們這個反應室裡面 對於這個逆反應來講 它的這個 火化的比較大 所以當我們溫度下降的時候呢 它的速度也下降到比較多 所以逆反應速度下降到比較多 OK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統整的部分 好 這邊有一個統整的部分 幫我們複習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溫度會改變平衡的狀態 這個趨勢 它也會改變平衡常數K 所以我們換句話說 K怎麼樣呢 我們的化學平衡只受到怎麼樣 更正 K只受到溫度影響 只受到溫度影響 OK 好 記下來 好 所以當我們的這個Delta H 如果是大於0 所以大於0就是我們的吸熱反應 這個是放熱反應 好 吸熱反應的時候 溫度升高 對不對 溫度升高的話 反應就會朝向吸熱方向前進 所以我們的反應的趨勢就會向右邊 所以向右邊的話 對一個K來講 我們的這個上面放的是生成物的濃度 下面放的是反應物的濃度 好 那所以我們反應趨勢向右 代表上面的生成物濃度變大 所以K只會變大 好 那如果說我們溫度降低的時候 反應就會朝向逆反應 好 那逆反應會朝向我們的反應物的濃度會增加 所以K只就會變少 好 那一樣 下面放熱反應的時候呢 它我們的溫度升高的時候 會朝向吸熱反應移動 所以吸熱反應的話呢 就會朝向這個 我們的左邊的去移動 所以我們K只會變小 所以我們K只會變小 當我們的溫度降低的時候呢 方熱反應的方程式 它就會相右移動 K只就會變大 好 所以下面這個是一個例子 做一個舉例給你們看的 所以主要的概念還是剛剛老師所講的一個部分 好 我們的溫度會改變我們的K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怎麼樣去應用在我們的題目裡面 OK 老師講解的時候呢 把這個詳解順便貼上來 那同學聽著老師講解 看著螢幕會更清楚 好 這個題目呢 是我們要去猜測說 這個對於化學反應1 和化學反應2 對這兩個法言式來講 到底是吸熱還是放熱 吸熱或放熱 所以我們要根據我的描述去猜測 第一個 當溫度下降的時候 反應1的平衡會向右移動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1的話 如果要向右移動 對不對 溫度又要下降的時候 他們的概念很重要 當我們的溫度下降的時候呢 我們的反應會朝什麼 會朝放熱方向去移動 好 那既然朝放熱方向移動的話 這個放熱方向又是右邊 對不對 如果是右邊的話 那等於說我們的熱是放在哪邊 放在右邊 所以等於說我們的Delta H1 就會這樣 放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對我們的Delta H1來說 它是一個放熱反應會小於0 好 再來看第二個反應是 那我們溫度下降的時候 反應2的平衡反而是向左移動 所以一樣再一次 我們溫度下降的時候 我們的反應會朝向放熱方向 好 那這個放熱方向如果就是左邊的話呢 代表我們的Delta H2 應該是加在左邊的 好 所以對著這個反應式而言的話 我們的Delta H2 應該要大約0 好 所以我們這樣描述起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選我們的答案 答案就會是B跟柱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邊 拜拜 拜拜